欢迎来到风IMB! 祝您在工作和学习中度过富有成效的一天! 我们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观看今天的新闻, 迪丽热巴拍杂志,佩戴翡翠耳环, 一股高贵清冷的玉解风范!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, 迪丽热巴凭借她的电视剧《长歌行》 获得了许多朋友们的关注, 关于她的一些话题热度都非常的火爆, 但这部剧没有怎么进行宣传, 但是它仍是当时热度非常高的电视剧, 它与吴磊的搭配却是出乎意料的和谐。 许多人对这部剧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, 剧播出之后还是有非常高的热度。 这还是因为两位主角实力非凡。 虽然电视剧已经结局了, 但是这两位主角在戏外的故事却没有结束, 他们一块拍过杂志, 其实在热巴以前拍的一些杂志中, 有一个非常惊艳的造型, 那人看了一眼就忘不掉, 当时的她穿了一身墨绿色的长裙, 又佩戴上了特别精致的一对翡翠耳环, 整个人就透露出一种高贵清冷的玉解气质, 真不愧是女神。 她佩戴的这对翡翠耳环, 颜色特别的饱满浓郁, 色彩与裙子的色彩特别的搭配, 而且耳环的款式也是非常新颖的, 它的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圆弧, 中间镶嵌的是一块椭圆形的翡翠淡面, 个头非常的大, 这块翡翠淡面颜色也特别的浓郁通透, 它的种水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是非常优越的, 像是这样明亮通透的翡翠, 水头肯定是非常充足的。 它的这一个造型非常的出乎意料, 让人觉得惊艳, 看起来端庄大气, 又有着高贵气质, 镜头感十足。 其实翡翠有着特别多的品类与款式, 而翡翠淡面对于原材料的要求比较严格, 它的外表不能有一丝瑕疵, 还得需要原料有着相当优越的肿水, 底色要非常的干净, 色则要特别的浓郁, 它的颜色也的均匀才可以。 它选取的部分也都是翡翠原石上面最优秀的部分, 那么一大块可能支出那么小小一个翡翠淡面。 那么该如何分辨翡翠淡面低好坏呢? 非常简单, 主要看它的六个点。 第一个是颜色, 颜色一定要够明亮通透, 不要选比较花的颜色。 第二个是看肿水, 顶级品质的翡翠, 它一定有通透的光泽, 这样的价值更高。 第三个看瑕疵, 如果有一些黑点, 白棉等许多的瑕疵, 在一些手镯珠链上是可以理解的, 不胶弱是大面上也有这种瑕疵, 那是不可以的。 第四点看大小, 个头当然是越大越好了, 在品质都优越的情况下, 个头越大的价值越高。 第五个看形状, 看它的翡翠淡面是否圆润饱满, 如果比较干扁或者太薄就会显得小奇。 第六个看款式, 优秀的翡翠淡面款式, 一般是圆形和椭圆形的, 这是最为常见的了。 感谢您收看此视频。 请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并打开通知铃以查看我们的最新视频。 谢谢,下个视频再见。